欢迎大家再次收看《楼市事件》 我是今集的主持Florence 我们很高兴继续请来施生为我们分析楼价走势和市况 施生你好 你好 7月上旬,新冠肺炎在本港的社区再次爆发 二手的交糖明显显著减弱 今日最新一期的CCL就收报181.69 按周微跌了0.04% 但仍然高企180以上的水平 反映了疫情已经开始波及到楼市 施生你认为楼价会否维持上升趋势呢 以及大单位和中资营单位对比 哪一类单位的抗跌力比较强呢 楼市之前其实我都要说 它的使用价值正在消散 但是它的交换价格其实还是上升的 交换价格上升的原因是印了很多钱出来 美国一个月就增加了货币 供应成1万9千亿美金 那些钱散到出来 所有的资产价格都上升了 所以资产价格上升不是因为客观的经济 或者政治环境造成的 而是钱突然多了很多造成的 这种情况如果持续的话 資产价格价价格价价都仍是上升的 因為美國现在遇见的问题 第一批的旧市措施 到这个月差不多客观 것이一个阶段 但 但美國的疫情比香港嚴重很多 有些日子七萬多宗 新增個案也七萬多宗 在這種情況下 無可避免還要出第二輪救市措施 第二輪要救個人、要救企業 都是數以千億、萬億的錢來救 錢仍然增加 所以我認為樓價仍有上升機會 但是否等於真正價值上升 未必 只不過是錢出來時 找地方拍碼頭時 地產仍然是他會拍的碼頭 但如果你說這段時間 地產是否分到最大份 就未必 譬如黃金、白銀 升幅就比地產快 所以相對地產其實是跌了 但我們一般人都是用Dollar Sign 即是用多少元 港元也好、美元也好 要用一個貨幣去衡量它的價格 如果用貨幣去衡量 我認為樓價在這樣的環境下 都不會跌多少 甚至有機會升一些都不出氣 這個大環境未變 但至於香港的樓的使用價值 例如舖位 零售業 畢竟賣到的東西少了 舖位的價值便少了 遊客不來 消費能力弱 舖位的價值少了 住宅多人失業 沒有收入 或者收入少了 負擔租金能力就會下跌 所以租金下跌 可能與當前的經濟情況、政治環境有關 但價格是長遠一點的考慮 還要看貨幣的供應 所以兩樣的表現會不同 我認為租金會下跌 價格企穩甚至會升 除非整個世界的貨幣政策 出現了根本性的改變 如果大單位和中小型單位 哪類型會站得比較硬 現在中小型單位 應該說小型單位 一千萬以下的都會有鬆 八百可以借九成 一千以下的可以借八成 這些是有按揭支持 所以這些貨幣是去得很快的 豪宅其實都不差得那麼厲害 因為最近我見電視台報道 有一間測量私行說豪宅跌了多少 但是我們自己公司的成交記錄 其實最近豪宅我覺得表現不太差 如果說我們在市場的佔有率 就大於這些測量私行很多 所以我認為我同事反映出來的情況 都相對可靠 他說最近他們都成了不少豪宅 譬如大景園 平時不算很多成交 這個月都有兩間大的單位 成億的成交 有些發展商收租很久的單位 拿出來賣 一樣成交到 所以豪宅成交少了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少了內地客 內地客現在是 因為來往要隔離14天 來一次14天 回去又14天 一個月沒有了 他們如果在經濟上 活動的價值很高 他們不會為了一個投資 放棄一個月的時間 所以就 內地客來買的少了 原本他們都因為額外印花稅 就少買了東西 但是有些人已經有香港身份證 只不過在內地做生意 他們這些人都買少了 不過我覺得很快有一個很好的指標 美國領事宿舍拿出來買 那塊都不便宜 只是地價 我相信都五萬元一呎以上 如果你說還有投資者發展商去買 都可以證明 這麼大額的投資 一樣有人去密碼 豪宅的市場其實不是這麼差 一樣高價一樣有人受 只不過最近的交投略為方活 二手市場 因為豪宅的業主 都新嬌肉貴 他不急於 一定要這一刻賣 所以很多時候 看樓 有鎖匙的 擠樓 你就給一條鎖匙 你自己帶人看 我家爺仔拿住在這裡 你帶點不知什麼人上來看 他們覺得風險大 所以就會看樓活動會少了 交投會疏 但是價錢就看不到會怎樣下 最近我剛才說一間 十多二十年的收租樓 發展商收開租 拿出來買 成交價都七萬元呎 舊樓 當然他保養得不錯 我問過同事豪宅什麼人買 我們當然覺得 七萬元一呎 這麼大的格子 就七萬元呎 有些人是做IT 你只看美團的升幅 都不知造就了很多人 他抹一抹大隻眼睜一睜就在這裡 以他們那種價格的膨脹速度 例如TikTok 全世界都流行 上去樓兩樓 又到處有人看 這些賺錢方法 跟我們做Agent 逐個帶人看樓 逐個傾收1%佣金 他們不是這樣做生意的 他們投資就自然爽手一點 這個社會有人是時代的得益者 所以形勢變的時候 那些得益者就出來買樓 我聽同事說 最近都有向新界蔓延的趨勢 那些人覺得新界的環境好一點 未必一定要住南區 所以最近 由於港島、山頂、半山、南區 那些供應少了 新界的豪宅 都開始有人問津了 所以我覺得豪宅市場 也不是那麼差 反而千多萬到三千萬 那些是中產、專業人士 管理層買樓那些 沒有按揭的支持就很吃力了 要他給五成首期 真是做完上半身也未必有 所以那裡如果銀行錢多 肯鬆一點出來 但是市場是有機會好一點的 而至於新冠肺炎爆發了第三波 新一輪的限聚令也收緊到兩個人 其實我們一家大小出去看樓 已經超出了上限 可能很多家人都不敢再帶小朋友 大家一起看樓 直接打擊了看樓活動 師生你認為 會否因為敢二手交投會明顯下跌 業主看到看樓活動無奇 會否很心急 不如劈價套現保平安 剛才我說看樓活動 的確因為新冠肺炎的疫情惡化 買家賣家都慎神了 活動自然減少了 看樓活動減少了 你成交也減少了 但是經紀現在也有些叫做 用VR 拍了一些立體的全方位 可以走入睡房看 看出窗口看 那些 自身其中 也有很多幫你做裝修傢俬 讓你可以感受將來裝修員有什麼感覺 其實很多科技在這裡配合 所以 你現在不可以實地看樓 可以收窄一下資訊 到差不多有一兩間 標的物的時候才去看 整體我認為交投量是會減少的 七月的交投比起六月 我相信少了兩成半三成 但是來到這些位置 再跌就跌不太多 因為要害怕的人 現在都在害怕 害怕也有這樣的量 所以我認為 那些業主都可以不看字 他不算很急要賣 所以你說會不會有新的業主國家 不奇怪 這個社會上當然有人比較硬 有人比較軟 最近傳媒上看到的就是 國價求售、洩漾 有這麼多成交 挑一兩個出來 不難 問題是你看整個統計 例如我們的指數 很多成份屋苑一起統計 不只是選一兩個 我覺得有代表性去統計 如果從全市場去看 按我所知大部分的成交 即使人們說 最近統計到洩漾的比例多了 你看看數字 他們自己統計出來 都是九成多是賺的 所以洩漾不是主流 現在樓價都是歷史高位 當你近歷史高位 大部分人賣的人都賺錢 有個別蝕本 又說蝕多少手續費 樓宇買賣手續費高 另外樓宇是買了你住的 你住了五年 你租都賺回 所以其實真正買樓蝕揚 買樓蠟燃手指的人 在香港不算很多 在這種情況下 變成日市的意欲 投資的意欲 現在不是太差 你還覺得會否有機會 跌回二、三月的低位 因為當時很多市民 二、三月的低位 是差跌跌 和現在差跌跌 在歷史上這些叫高位 有段時間都不是低位 如果說有低位 很多人都想日市 就是低位不出現 如果跌回二、三月 可能那時175、173 那還會否是入市的好時機 跌這麼少 不可以說好時機 我一直說 現在其實都是高位復徊 不是說樓價偏低 我以前真的有些日子 現在樓價偏低 你不怕買的 買了一段低位 以後大部份日子都賺 現在不是這個時候 現在的樓價當然偏高 但偏高不是等於明天就會下降 你不能說 我一定要等它偏低 才買一個週期 有些過十年 經常都不偏低 難道你快過身才買什麼 住最終的一段日子 你都要生活 你都要住 因為延樓價偏高 不買樓的人 可能已經是十幾年了 人生有十幾年了 你為何放棄 有能力生活得好些時候 為了投資偏低的日子 等於米貴 你都不可以不吃飯 米貴,我等它便宜些 才買 那便餓死了 所以我認為 一定要等日子 現在未必等到 尤其是周圍都發鈔 你的銀資一路貶值 很多人等買便宜的人 十年前都還可以買一間 七、八呎的 整一下整一下 現在越買越少 賣得到四、五、八呎 未必等是一定好事 我們今集很感謝詩先生 為我們分析樓價走勢和市況 我們下集再見